哎哎哎哎哎你救命啊 哎哎你救命啊 哎哎哎哎这怎么回事 先走 哎哎你没事 哎呀 先走 误会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們兩個到我公室來 靜鑽 剛才怎麼回事 他們兩個從進電梯 就對我鬥手動腳 出來以後 又說了很多過分的吧 什麼 有這種事 你沒事吧 我沒事身體 你沒事就好 真沒想到他們兩個是這種人 你放心 關於這件事情 我一定會為你討功的 戴沛 你怎麼回事 你不是應該在門口嗎 是 他們兩個在樓下的時候 我都感覺他們兩個不像什麼好人 然後我怕他們起不精準 所以說 前面上來我就不能上內了 沒想到我剛到樓上 他們就在我 對精準動作 所以我就恐慌過 戴妃 你做的對呀 你又幫了我一個大忙 反正這都是我引來做的 戴妃 你以後 你一定要保護好 精準的安全 我馬上交給你 是 我保證麻藏人文 傅總 這不太好吧 沒什麼不好的 你的安全 比什麼都重要 我保證 討論 最近外出學習 总公司那边呢 事情也比较多 我也不能两头跑 所以我想让你 试着接触一下咱们公司客户 今天 有两个客人 我在酒店 已经订了包厢 我让戴飞陪你一起回去 嗯 没问题陈总 只是 只是什么 您看我才来公司不久 我就担心自己的资历不够 会不会 这都不是问题 我说过 谢谢陈总的亲人 我不会让你失望吗 他们可都是酒精商场的老江湖 一个女孩子 一定要学会随机应变 毕竟应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好在有戴飞 我也放心了 您放心陈总 哎呀 请问啊 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老叫我 陈总啊 陈总 生起来挺变的 陈总 反正你跟小慧也是同学 不如就把我当成一家人 以后就叫我陈叔叔 啊 这样听起来多听些啊 好的 陈 叔叔 哎对就这么叫 行了 你爸 徐总 金总 很高兴你们选择跟我们公司合作 哎呀 金小姐啊 能跟你这么漂亮的美丽合作 是我金某人的游戏 徐总 金总 我们 下吃饭吧 好 吃 好 吃饭就吃 哎呦 戴飞坐啊 啊 戴 这位是谁 哦 不好意思忘了给你们介绍了 他叫戴飞 是我们公司保安部的 戴飞 这位是徐总 这位是金总 啊 徐总好 金总好 保安 金小姐 我跟老徐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把保安带过来 干我一起吃饭 这能合适吗 金总 我还是带我来 戴飞 徐总 金总 职业无会见 人人都平等 他虽然是保安 但是是我的朋友 我想今天就算是陈总在 也会邀请戴飞跟我们一起用餐呢 戴飞 快坐吧 杨娜 你有什么资料坐在这儿啊 你是什么职位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这儿是你坐的地方 金小姐 我希望你马上浪浪从这儿离 要不然 我和金总会考试师傅 与你东西去 金总 我还是待会儿来送你 你也看过他真的 徐总 金总 我说想到公司还有一件事情吗 我先吃饭了 再帮我们走 解锐 你是喝的不小天的是吧 合作丢了 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公司 但是做人的尊严不能丢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也配罪呀 你不就是靠点脸上了是吗 我有点兴趣了我告诉你 请注意你的言词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我言词怎么了 大家谁也不知道 金总是陈总的小三是啊 有本事把你还能够话再说一遍 不是不是不是 怎么了 你不就是你小三吗 你玩什么搞笑 哎呦 我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跟你说我认你们很久了 如果你们再这样我对你们不客气 别再压你说话的事啊 我给你们说 如果咋干我捏衣服 别把我对你们不客气 我给你们说 别把我对你们不客气 我给你们说 如果咋干我捏衣服 别把我对你们不客气 哎呦 大费 你什么情况 我什么情况 我什么情况 春冲你心里面不清楚吗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 好 春冲 本来我以为你是一个非常政治的老板 我也很充满你 但是 我没有想到你是在主任 大费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我知道 谁说你是我的老板 但是你也知道我做任是永远的 我看不过来的事我必须再说之外 要不然我写那边不说 好 你说吧 我倒想听听 我做了什么事 让你看不惯 好 你今天让我陪经认去见客户 到哪就被人家小卢了一番 我倒是不说 但是你知道他们这么说经认吗 怎么说呢 他们说经认是被你保养的潇洒 谁说我很尊敬你 但是你这样做肯定是不对 你这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 你 大费 你信我还是信别人 我看是一直都很相信 但是现在 我怀疑你认识有问题 我有问题 大费 你为人政治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是现在 我有必要告诉你的事 你说你就说吧 我赖之前我都已经想好了 大不了就脱一步走人 不是你想的那样 其实 警认是我的亲生女儿 这话一言文静 你知道就好 不是 陈忠那你这么说 我赶快误会你了 我给你搞抢 但是这审 应该还是要 经认说清楚 那要不然还有更多的人会误会 就是怕他知道了 会过我狠心了 当初条件 因为先有了小慧 所以 我只好向经认 听过我的一个战友 后来我的战友 因为在救灾中 习伤了 就断了联系 原本想着 能合适的生活 跟警察坦白这一切 好了 您想去站岗吗 让我进去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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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